今天要走的是東遠道 不過早了一點點開始 這裡還是嘉勞連山道 留意到這裡有幾間學校 就由這裡的學校開始 因為東遠道主要上就是來拍攝學校 這裡是孔聖堂 是晉德學校 留意到上面有個中式的建築物 都非常有趣 晉德學校 這裡有個南華的體育館 體育會 這裡是銅鑼灣嘉勞連山道88號 其實前面就是東遠道 這裡有個叫東華東遠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裡就叫東遠道 好了 開始走 旁邊這條路就非常短了 叫大球長徑 那就沒有東西拍攝了 除非今天有賽事 東遠道 起到這麼高的網 難道是被人打 被人練歌爾呼球 被人練歌爾呼球 好 繼續走 現在拍攝路牌 東遠道 這條路 原來是學車 學車來這裡學的 即是說這裡的車是 一般比較少的 香港大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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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如果有任何的大型足球賽事 都會在這裡舉辦 都會在這裡舉辦 曾經試過 例如巴西 的球隊 過來這裡 有一些表演賽 香港大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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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沒有賽事 當然就不會開門 不過我們就 很難看 嘗試找一條 大小小的縁 看看能否伸到 那部機器進去 拍到一點 這裡的景色 可以就可以 不過都很蚊 好 好了 出來了 這裡的位置很漂亮 可以留意到 下面就有個 網球場 有個足球場 還有個草地滾球場 不知道這裡可不可以看到裡面 磨得清楚一點點 好 好了 繼續走 這條縁 又可不可以看到 不行了 那部機器都很難試進去 好了 算了 其實就 在網上 在網上都找到很多不同的片段 在網上都找到很多不同的片段 關於這個球場 其實平時都 真的可以說都漂亮的 這裡 只不過呢 有時候草地就不太聽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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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從這裡的旁邊 都可以看得到這裡的 看台的景觀 這裡不行 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看台的景觀 好 再拍下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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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邊先下一點 可以看到香港大球場的景觀 下回去了 其實為何要來這個地方呢? 因為其實這裏有很多學校 我相信這裏都有不少海外香港人 都曾經在這裏讀書 所以我特意來這裏拍攝 好,繼續走 這裏有一輛8H 可以直接進入大球場 好,準備開球 嘩,開得很漂亮 嘩,好 開球拿分 直接拿分 好,到這邊了 嘩,漂亮 嘩,那個球飛了去後面 嘩,殺得漂亮 其實大紅以前都學過打這個網球 不過那時太小了 吸收不到 沒辦法 試試一下吧 學極都不懂得開球 其他東西都可以的 即是打正手 打反手 抽球 都會的 只是不懂得開球 那就沒辦法了 那邊在這裏打什麼球呢 籃球來的 似乎是 Rugby 東華,東軟 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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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躺 南呀 北海 南嘛 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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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 剛剛留意到這裡有救護車 送了個病人進去醫院裏 東華東苑 好 留意到這裡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可以拍到這個球場裏 因為有些比較大的洞 整隻手都可以伸進去 看一看景觀 好 這裏就是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 這裏就有一間佛教 黃鳳寧中學 繼續是東遠道 先過一過對面馬路 反而對面馬路好像什麼都拍不到 不忍耀 不忍耀 這裏就是佛教 黃鳳寧中學 好了 这里留意到有个叫嘉宁径花园 上面应该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 这里是观纳、家道理、着事小学 不过这间学校在湾仔区来说算是不受欢迎的 有很多南亚人士在里面 其实这个佛教王卓庵小学相对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 不过不受欢迎里面也有分高低的 这个佛教王卓庵就比较受欢迎多些 而这个家道理一般都是那些南亚人会多些 所以就没那么受欢迎 所以通常人们放第一条保险线就会放 这个东华三院的里次号 第二条保险线就可能放佛教王卓庵 或者另外还有其他选择 另外还有一间观纳的小学 在那里不是叫碧云道吗? 忘记了吗? 观纳、家道理、着事小学 观纳、家道理、着事小学 其实这门口是OK的 有点快乐 なので 现在一步 这里一直有流水,而且地面有很多蚊 好了,走快两步 留意到有个牌 大大个东远道,钉在一幅墙上 这里就像一幅城墙 这里是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圣公会的幼稚园 成功会幼稚园 都是一间比较受欢迎的幼稚园来的 就来到这个位置 就不得不认这一间受欢迎的学校 迁尼斯道观纳小学,葛湖和罗湾 其实迁尼斯道有两间学校 一间就在湾仔迁尼斯道 另外一间就是这一间 就因为他们将上午和下午的分开 分开了,拆开了两间学校 变成了全日制 那下午校就搬到这里 上午校就继续留在湾仔迁尼斯道 那虽然是这样 但是这两间学校 都共同是有 可以分享一个学位 去晋升他们的直属中学 就是黄隐书院了 所以它是这么出名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它是有机会 可以晋升得到黄隐 黄隐书院是一间怎样的学校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都不需要多说了 旁边这栋这么漂亮的建筑 就是圣保禄医院 刚刚开了灯 天又没黑曬 这个时候是特别漂亮的 这边就会晋升到这里 河東中學 河東中學 是在這個方向的 河東中學 好了繼續走 這裡有一棟中式的建築物 其實是聖工會聖馬利亞堂 聖工會是基督教的 前面有一輛11號的巴士 可以去拿點餐 好 好了 走完 走完出來 就見到銅鑼灣道 聖寶陸醫院 圈尼斯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聖工會聖馬利亞堂 這個方向就是去大坑 銅鑼灣道是去大坑的 這裏對出就是 Sea Only Way唐街那邊 黃室堡那邊 再過一點 其實就是高示威道 維園那邊 不過這個位置拍不到 另外一個方向 其實是會見到 宜和街 還有另外一個街口 是 沙堅街 還有 還有那個叫做 禮頓道 那他遇上他在這裡 響鐘 現在是六點鐘 所以應該會響六聲的 第五聲了 好了 這段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